大家好,我们先看看美国情况 美国导平斯指数穿了34260点之后继续上升 正如昨天所说的,它的趋势仍然向上 至于纳斯达克指数,今天就继续向下跌 已经连续跌了第六日 跌幅就没有那么大,开始收窄 可能有机会就随时反弹 至于我们讲股的恒生指数 仍然在这个箱底下 今天做得也不错,大约应该28点 短距来说,其实方向是没有的 可能就是炒股又不炒市 今天分享到这里,多谢大家